有一天,有一位獵人去森林找獵物 雖然有抓到一頭小豬 但是要餵飽整個家庭還不夠 於是繼續尋找 隨著時間越來越晚 風和雨也跟著大了起來 獵人跑到樹洞裡躲雨 在樹洞旁邊的木頭 發現了一大堆香氣撲筆的香菇 基本上就直接生火BBQ起來了 等到風雨變小 趕緊回家告訴家人這件事 嗨,大家好,我是輝 上一部影片有介紹 菇類的種植環境 與養分吸收的區別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喔 今天要說的是利用段木 來培育香菇的方法 目前大多數的香菇 都採用太空包來種植 主要是因為段木種植過程 既複雜,又需要大量的人工 早期的段木來源有所限制 所以段木的香菇種植不易 而且在種植的過程中 需要有豐沛的水氣 日夜溫差大 陰暗潮濕,無污染的生長環境 因為吸收木頭數個月的日月精華 產出的香菇 不論是品質與香氣 都遠超過太空包產出的香菇 如果你對日常生活的各種知識有興趣 並且想要了解 歡迎按讚分享與訂閱喔 這樣就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 接著要來介紹段木香菇的種植方式 步驟一,選擇合適的環境 四周的溫度約25-27度 濕度約60-70% 通風要良好 在這個空間 要能夠方便搬運原木 與產品的運送 除了要有水源之外 在種植時 最怕白蟻與其他昆蟲吃掉木頭 或者是香菇 為了避免吃它們剩下的 在種植之前 周圍要撒上石灰消毒滅菌 或者是鋪上塑料布 隔絕地上的螞蟻 或者是抑制雜菌 撒草重生 周邊也要鋪上遮阳網控制光源 以便控制環境溫度與光照 步驟二,選擇段木 段木是香菇的主要營養來源 選擇的條件以樹皮厚 邊材多 心材少的異木樹種 動木的來源有很多 適合種植香菇的樹種 有香絲樹、蜂香、度因樹等 如果木材裡面含有乳汁或者是精油 則不適用 一般種植香菇的木頭可以用三年 香菇從木頭吸取養分後 木質會變得鬆軟 然而本身內部纖維較為鬆軟的樹種 經過香菇數個月的營養吸收 香菇還沒有收成 整個木頭就已經腐爛 所以不適用 而進口的木頭在船艙、簡易的過程中 水分已經揮發 樹木已經失去了活性 所以國內的菇農 經常採用當地的樹種為主 而較硬的木頭長出來的香菇 口感最為扎實 根據樹種的不同 生產的香菇也有所差異 步驟三 降低斷木的含水量 以樹齡15-30年的樹木最為適當 10年以下的樹木 因為樹皮薄、材質鬆軟等因素 雖然粗菇快 但是樹木腐敗很快 所以耐久低 生產的香菇偏小 而高齡老樹的耐久高 雖然的粗菇速度較慢 產出來的香菇較大 不過這種樹幹特別大 比較消耗能力 如果要砍伐樹木 以冬季最佳 因為這時候是樹木的休眠期 樹木開始停止生長 儲存的養分最為豐富 樹液的流動緩慢 所以木材含水量也較低 樹木砍伐之後 先保留枝葉 可以加速木材水分的蒸發 約放置一個星期後 含水量約為40-50% 最為理想 可以從木材斷面的列紋來判定 而依照樹種的差異而有所不同 步驟四 裁切樹木 把原木鋸成段狀 挑選直徑約為25公分以下 每段長約100公分 在分動木頭的時候才不會吃力 步驟五 在木頭上裝出身為25公分 直徑約1.2公分的直菌孔洞 每個孔洞的距離約10公分 孔洞要錯開 要留給香菇吸收養分之後的生長空間 步驟六 植入菌種 將香菇菌種分別用人工的方式填入孔內 再用蠟來封住洞口 形成一種保護膜 可以避免雜菌入侵 步驟七 堆放氧菌 完成直菌之後 按照環境條件區分 在一般平躺潮濕的環境下 用輪子型擺放 讓如果是在平躺 藏起霧且潮濕的地區 用緊緻型方式擺放 適時的翻轉 讓木頭四周通風 不能直接放在地上 需要墊高 步驟八 香菇催生 依照菌絲發展程度 約五到七個月 將斷木立起來 稱為立木 在立木的同時 直立放置斷木 稱為金菌 將斷木排成仁字型擺放 以便於收成 依照環境的變化 適時的用水滋潤後 香菇將會慢慢的大量冒出 步驟九 香菇的收成 採收時可以看 菇傘展開的幅度大小當標準 開五分的菇傘邊緣厚時 使起來最為Q坦 但因為菇傘還沒完全張開 所以香菇偏小 當展開到八到九分時 整個香菇已經成熟 可以栽下 在採收時 通常不會用工具收割 因此斷木香菇會保留圓形的蒂頭 能夠保持鮮度 然而用太空包種植的香菇 會用剪刀剪下來 所以會有平面的切口 香菇採收完之後 需要將斷木放倒 適時讓斷木短暫的休息 經過二十到三十天養菌 這些禁絲會重新累積養分和水分 再重複上述的種菇步驟 依照斷木的樹種以及品質 環境氣候等要素 大約可觸估五次左右 新鮮的菇類要怎麼挑選呢 第一個 外觀 選擇菇形較完整的菇類 好的菇類外觀有彈性 外觀腐爛 碰傷或者是有斑點 則不要選購 而顏色過白的金針菇 杏鮑菇 修針菇等 可能有浸泡表白水 或者是後製加工 第二 氣味 聞起來有酸味 美味 都有可能是沒有保存而受炒的 第三 觸感 一般菇類摸起來若軟爛 出水 表示保存不好 第四 認證 如果外包裝有台灣香菇協會的台灣香菇 生產履歷 或CAS的標章產品 品質會比較有保障 那麼新鮮香菇要如何挑選呢 第一個外觀 在香菇的菇傘上有一圈龍毛 是菇類的菌絲體 龍毛是新鮮的象征 當香菇的鮮度逐漸消失 龍毛也會逐漸消失 新鮮香菇菌者的顏色為米黃色 第二味道 新鮮的香菇聞起來有清香味 如果聞起來有酸味或異味 表示香菇不新鮮 第三 外觀是否完整 香菇外表完整比較能夠保存新鮮 剪過香菇蒂頭後 鮮度以及甜味會融蒂頭散失 而且有剪過的香菇比較容易腐壞 不容易保存 乾香菇要如何挑選呢 第一 用菇傘與菇餅的長度來判斷 台灣在採集香菇後 會立刻烘乾、快速脫水等加工 才能夠留住最多的營養 因此菇傘上會有明顯的皺褶 而在採收的時候會留下1-2公分的菇餅 但是中國菇農 為了減省成本 會用日曬後 再用機械烘乾 脫水的時間加長的話 表面會平滑 沒有皺褶 各位可以用這幾個重點來判斷 第二 觀察香菇菌摺處的顏色 內面菌折處的顏色 是淡黃色到金黃色 顏色均勻 而且紋路清晰 第三 外觀觸感 乾燥香菇因為含水低 摸起來會有乾乾脆脆的 質量較輕 烘乾後的香菇一般濕度是13% 摸起來像餅乾一樣 用力一捏就會碎掉 但是如果烘得太乾 濕度只有8% 一碰就會碎掉 如果看到袋子裡面有很多碎屑 就是太過乾燥 而濕度超過20% 香菇就會容易發霉 第四 味道 一般乾香菇的香氣 要吸收水分才會散發出來 聞起來只有淡淡的香味 新鮮的乾燥香菇 剛開封的時候 只有淡淡的烤堅果味道 如果聞起來有酸味 表示香菇已經變質 但是段木香菇剛烘好的時候 靠近聞能夠聞到濃厚的香味 用木頭烘烤出來的香菇 香味獨特 還有淡淡的木頭味 吃過的人都念念不忘 因為產量稀少 所以價格較高 天氣漸漸轉涼 秋意變得濃厚 香菇雞湯與薑母鴨漸漸的活絡起來 食材中的香菇也是必選擇 去賣場選購香菇前 可以來看看影片參考一下 多看不穩 用手指來觸碰 就能夠挑選到品質良好的香菇 當然物以稀為貴 若想品嘗香氣逼人的段木香菇 因此就要多準備一些 謝謝喔 在台灣有許多 已轉型成功的香菇逛光農場 可以前往參觀 不論是用太空泡體驗種植 或者是段木香菇採收的體驗 都是相當不錯的經驗 我們下次見 掰掰